亲爱的挚友 你一定在疑惑 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给你留信吧 还不是因为 古拉伯 我来了 今天感觉怎么样 告诉你 我昨晚又想到了一个卡牌的 你在写东西吗 没什么 好 那我们就来上一局吧 你可以不用每天来的 教令院的工作应该很辛苦再对 这怎么行 到你完全康复之前 我都会来 再说了 教令院里的人都闷得很 来 到你的回合了 古拉伯 你没事吧 加菲匹驼 你应该知道的 我的魔灵病已经 行了 别再说了 你只是 你休息好而已 还不是因为 你一直无法接受 我已经来日无多的事实 你知道吗 我俩发明的这游戏 最近好像在医院里流行起来了 哦 这不是好事吗 是啊 我为此还做了个道具 让大家可以寻找到附近的牌手 来 也给你一个 这样 就算我不在了你也能找到新的 够了 我说了你会康复的 这东西 我不要 当时送你的那个秘典之河 恐怕早就被你丢到某个角落里去了 所以 这最后一件礼物 就原谅我 现在才送到你手上吧 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 只有你 愿意和我这个 得了魔灵病的孩子做朋友 这次 带唤我带你去结交新朋友了 只有啊 就让我用这样的方式 继续陪在你身边吧